《新台湾加油》 现在是装睡觉不行吗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当一中各表 没得表 当两岸和平协议 又看不到和平的曙光同时 国民党到底路线是什么 难道还看不清楚吗 中国的武力犯台的威力 持续在加剧同时 国民党到底身为最大的在野党 这是一个忠诚的在野党 还是被外界质疑 为非张目 我们今天要还原韩国瑜 在马来西亚 包括新加坡的签约过程里头 所放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 他成功将农专品外销 到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值得替他喝彩提他肯定 但是真正的订单 为你持续 为你解码 真的有碰轰之语吗 还是收割的是 前朝所立下的一些成绩 这时候的新加坡 三千五百万的订单 为什么农委会今天说 早就有通路了 好 但是访问大马的过程当中 一再被放鸽子 为什么李敖之子说 这是因为他让中国难堪了 原来压力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来邀请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首先为你介绍 国会观察基金委党长 雅丽敏老师 大家晚安 继续为你介绍 民进党期立法委员赖瑞龙 大家晚安 还有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在我的左手边 为你介绍 人权联盟的理事长杨信宏 大家好 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黄柏林 大家好 还有知识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稍后还要要求的是 这是他走访了39里 以传统的方式赢得选战 他是林子储 无党籍的嘉义市议委林子储 那么等一下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首先第一则的画面当中 我们就让你来看 韩国瑜出马 包括去访问大马跟新加坡 顺利跟马来西亚的粮食进口出口商 那进出口总商会 签下了一亿元的订单之后 昨天持续跟新加坡最大的超市签下 三年的通路采购合约 画面当中我们清晰看到 韩国瑜跟这个马来西亚代表 在签约时 两国的国企并列 所以很多网友说 韩总在 国企在 于是有网友看到之后也说 韩神难道是变成绿的了吗 黄安赶快来举报吧 OK 这个是网友的一个消遣 但是25号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一个农业推广会议当中 韩国瑜的确跟这个贸易商所签下 35万美金的MOU 希望把高雄的六项水果 有巴辣 小番茄 凤梨等等行销出去 签约现场看到出现中华民国的国企 跟马来西亚的国企并列 这的确让网友都非常开心 包括我们看韩粉方面 在脸书韩国瑜的后援会的支持者看到之后 也纷纷力挺韩总 为国争光的行为 他们还留言 在中国邦交国出现国企真的很不容易 韩总 好样的 OK 那网友看到之后呢 将这个文章也持续分享到PTT的一个八卦版 也很担心韩国瑜的行为跟九二共事路线有别 他们说九二共事好像不是这么讲的 韩总真的没有问题吗 我要问的是 最近新闻也是很夯的 就是有两家大超市 这是由高雄市长韩国瑜去开发新的通路吗 是吗 是吗 主委 我要请教一下 我可不可以请国际处长他这边有完整的资讯 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大家一起为我们台湾的农业去开发去寻找新的通路 我要询问的是是吗 有 处长 OK 来 处长 你表清楚 这个就是既有在去年就已经有的通路 细节我是不是请我们国际处长来回应 讲清楚 是 好 谢谢委员 确实这个通路本来就是我们传统最重要的通路 这两大超市 对 就是那农委会历年都有辅导我们的业者前往去行销 107年我们本来农委会就有辅导几个厂商 大陆人办台湾农业树果节的活动 绩效率都不错 大概都有接近2500万以上的业绩 大概是这样的业绩 所以之前就有2500万的业绩 107年就有2500万的业绩了 是不是 所以如果说依照他说三年要签3500万 并没有比我们107年还要多 并没有 他只是在这个区块里面的一部分 应该是这么说吧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同路上 是吗 一直都是这样 好 我们带出两个议题 在此韩国人碰轰 那要收割前朝所立下的成绩吗 但是不管怎么样 农产品给销出去真的是好棒棒 来过亲交是瑞德大哥 真的是也是好棒棒 如果他心中有中华民国 起心动念在签约时 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摆上去 还真的应该给他肯定不是吗 瑞德大哥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台湾民族的可贵就在于 我们用这个人头取代了拳头 所以四年一次选举 而韩国瑜赢了 赢了以后他是高雄市市长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那么我们还是要接受这个事实 那么他在外面代表我们台湾 包括代表中华民国高雄市市长 出去的时候 我们是支持的 这个是一致的 那么国旗能够在没有邦交国 非邦交国看到 这个更好 非常好 那么我个人也希望韩国瑜市长在 高雄市政府 接见来自于中国的相关官员的时候 那么也可以在相关的会议桌上 整个高雄市政府所有的国旗全部放着 如果能够在名牌上面 更写一个高雄 那个中华民国高雄市长 那更好了 我个人怕婆 非常好 坚持自己的国格 你可以发现嘛 你何必自己限说呢 你不要自己限说的话呢 对岸它是会有伸缩的 但你一定要自我身上 你到国外去看到国旗很棒棒 反而万一对中国来的官员 统战部所谓的 不管哪个部分来的时候 反而看不到我们的国旗 看不到我们的国民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有关于韩国瑜市长 他到马来西亚 到新加坡 去推销相关的农产品 这都是好事 不管以前的民党执政 民党事实上去年中 也去过国外 包括加拿大等地 去推销相关农产品 这都是好事 如果能够推销得更多 更好 那也不要忘记 这几天高好 齐山的交农 200多位在抗议 希望韩国瑜市长 回来了以后呢 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不管是 他们抗议的对象 不是只有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 也抗议中央的农委会主委 所以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产地 他们只有这个一斤 只有12块 只有成本价 而买到了我们消费者的手上 是好几倍的钱 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中间到底出了产销 什么问题 那我记得韩国瑜市长 他在出访前 也针对这个讲了很多 因为他自己本身 当过北农总经理 他一定比在座各位 都了解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既然你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就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不分民进党 国民党 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 根本没有解除 那你弄太多的农产品出去 都没有用 因为老百姓农民 没有赚到钱 你弄几千公吨出去 都没有共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那么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问题是 在海外 每个人打拼 每个人不管是谁 我如果常去日本 在日本看到 简单来讲好了 兑换各国世界的货币 看到了国籍 我也很高兴 虽然我本身 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国籍 但是在那个 跟你没有邦交国的地方 看到青天白日 满地红的国籍 代表的是 两个字叫台湾 所以我还是很高兴 那么中国想尽办法要打压你 你看世界各国所有的飞机 你看世界很多的重要的公司 它想尽办法打压你 纽西兰的飞机 因为你不承认 你不把它改成中国台湾 中国台北 你看连降落都不准降落 照你原机回去 这就是中国霸权 而韩国瑜市长 他在这个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他在实现想办法 让他豁出去 这个过人当中 你也不要忘了 中国好像打压台湾的力道 今天又加剧了 本来1月2号 习近平所谓的 告台湾同胞40周年书 里面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 九二共识 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他都没有讲到一中各表 事实上中共也不承认 一中各表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忘记 他突然间提到一个 已经好多年 我们没有听到的东西 叫一国两制 所以因为蔡英文出来 打回去了以后 突然间蔡英文剪刀枪 在民调在网路上声量逆转 去年底选完了蔡英文 我们都觉得已经趴下了 所以不可能 从台湾政坛消失 不可能连任了 突然间就因为 他在国家的大政策上面 他打回去了以后 他硬起来了以后 因为这样蔡英文的民调 不断地攀升 所以今天国台办 已经直接告诉你 所谓的九二共识 终极目标就是国家统一 一国两制前提下 台湾可以永久平 今天是血淋淋赤裸裸 直接告诉你 是国台办告诉你 那是非常可怕 当然这个东西 其实从头到尾 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只是放在心里面而已 可是今天他直接说出来 那个意义代表的是 不同的城市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我绝对不相信 民主进步党所主政下 蔡英文政府 有能力在马来西亚 打压韩国瑜 我绝对不相信 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们的外交终于成功了 我们的执政党 可以在非邦交国 事实上跟中国关系 也非常好的马来西亚 竟然在打压 我们的高雄市长 成功啊 你知道吗 我个人认为 事实上 我们今天已经讲了很多 其实洪大使 他也很努力 很认真 因为我也遇到 在此之前 一月份就去了 中国国民党的 相关的明代参访团 他们也承认 洪大使很认真 你在包括这个过海关的 忧郁礼遇的过程当中 包括接送 他都很认真 而且会问你想不想 见到谁谁谁 尽量安排啊 对 那么我觉得这次 韩国瑜市长之所以 吉隆坡市长见不到 农业部部长 跟另外一个部长 见不到 然后包括很多议员 都生变的原因 倒不是来自于 什么我们的外交部 什么民进党的这个打压 倒不是这个地方 我刚刚说过 如果有这个本事 我们的外交做得太好了 问题是 我们没有这个本事 可是我想了半天 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是 马来西亚的政府官员 那么是不是有些人 跟韩国瑜的高雄市政府 说了什么 让他们认为可以见面 但是你要知道 你敲锣打鼓 当当记者 常听说台湾 包括这个马来西亚 超过60个人以上 你敲锣打鼓的去 让这些人 通通打退韩国 那就表示高雄市政府 以后再处理对市的事情 要更谨慎 因为你们不懂外交 你对外交不了解 所以你才会敲锣打鼓的去 那后面有没有中国在打压 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显然看起来 还嗅得出那个味道 你会问我说 非常奇怪的是 中国不是支持韩国瑜吗 对不起 中国在国家民族大义上面 他是不管你那么多的 我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去年还记得吗 那个所谓的冬奥证明 冬奥证明本来连署不会过 突然间过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在我们台湾人 有人去跟国际奥会检举 那个情况之下 他们不是把在台中 本来要举办的 这个东小青运给取消吗 取消要激起公分 那奇怪了 那时候我在本节目说过 那他为什么不帮 跟他最好的中国国民党的忙 他为什么要帮 卢秀燕的倒忙呢 那这样子来了以后 卢秀燕选举不是不利吗 不是利空吗 在中国民族大义国策上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更重要 所以他牺牲中国民党的选情 那你们到底是什么呀 那这次呢 事实上也告诉我们一件事 国家很困难 所以我想起了 过去阿扁 他这个外访的时候呢 不是突然间搞迷航外交吗 因为要到很多 不能事先讲的地方 比如说利比亚 你如果事先知道 我给你报警 早就再见 好 这是瑞宇大哥所点出的 那中国为什么要打压韩国语呢 我们看到李敖的公子说出了原有 原来韩国语真的让中国不开心吗 他在24号出访马来西亚 原本打算见到了 有马国的农业部部长 吉隆坡市长 而且还包括了三个国会的议员 不过尤其在吉隆坡市长的晚宴当中呢 也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没有任何马国的官员代表出席 那爆出疑似被打压 而且箭头指向是蔡英文的政府 一顾作家李敖的儿子李勘 今天在微博上po文就说 他说韩国语大动作 前往马来西亚 给中国出了一个大难题 台湾虽然来绿恶动 但是在反中聚统议题上 不分党派立场是一致的 认为韩国语出访 可谓台湾的外交困境 开创一线生机 但是呢 中国看韩国语高调出访 心里肯定五味杂陈 又不好公开来批韩 那怎么办呢 当然私下告诉韩国语 求你别让我们难堪了 我们加倍给你订单就是了 好 韩国语本来想要偷吃 中国跟东南亚 这一次去马来西亚 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让中国难堪 来 从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发展 这位高雄人 来 瑞隆大哥你怎么看来 台湾是个小国 其实我们的外交处境 一直都是艰困 特别遇到只要跟台湾 跟中华民国有相关 不管从中华到地方 到世界各国去 其实都会常遭到打压 你想见的中华人士 常常提早曝光 就会这个话还被取消等等 那我先讲了韩国语 当然他对中国 对他相对是友善的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大原则之下的时候 如果你在去参与国际级的一个 不管是跟重要的国际市长戒面等等 如果你太高调 续席提早曝光的话 那当然这个中国 在大原则之下的话 他是无法忍受的 特别是你是用中华民国 刚刚市长这样的名义的时候 他当然会有一些意见 那我先讲了 就是说民进党政府外交部 绝对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打压 第一个 所以刚刚瑞德哥讲到了 我们也没有那么强的实力 我们还 我们要跟人家见面 当然努力可以贪承 但是我们要取消人家见面 我们没有那么强的力量 那唯一这件事情会弄成这样 大概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他在整个联系的过程 因为他不是透过外交部联系 因为外交部也正式发布了声明 只要是刚刚市府提出来的要求 他全力协助 不管是街机 礼遇等等 甚至于一些需要他联系 他们都有帮忙的 那这个部分显然就是 他们有请外交部帮忙的 所以在联系上面 是不是有出了一些问题 那提早讯息 提早曝光 我想这可能涉及到 这个韩国瑜刚刚刚市政府团队 他的一些对外的涉外处理 未来恐怕必须更低调 更谨慎 我举个例子 以前的时候其实像这个 陈徐前市长的时候 他在2013年也去了吉隆坡 跟当地的市长见了一面 那其实到了之后 见了一面回来才曝光的 没有让人家知道 所以其实包括甚至于像 今年的三月 今年七月跟参与总统去美国的时候 但私下也都见了很多重要的人士 包括跟陈徐秘书长 见了很多重要的人士 甚至见到了州长级的 但是这个也都是必须 事后才能让大家知道 而且还不能够正式的去证实是跟谁 所以你要知道 台湾的国际的局势其实是艰困 所以在从事这种国际外交做 是非常谨慎的 那为什么说台湾不会这样做 那看来唯一有可能就是中国 因为台湾即使你高雄市长韩国瑜 但是你一样是中华民国 刚刚大家看那个照图片 上面国旗大大大地放在那个地方 他觉得我想中国的上到下 没有一个官员能够忍受 我们必须了解从实验明 可是我们看得很开心 至少他把我们的国旗 在签略的时候 就树立在这个地方 虽然对方是一个民间单位 我们当然希望 在国民党所执政的县市 像是韩国瑜 其实都应该这样子 对你就是把我们的国旗 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非常开心 以前常发生过的 某些县市首长 在对方有高官来的时候 不管是省长市长来 甚至国台办的这个主任来 你就必须把中华民国国旗收起来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如果讲的这个 你已经讲的九二共识 是一中各表的话 那为什么中华民国都不见了 中华民国旗 为什么不能够出现在 中国的官员 如果是相互尊重对等的话 为什么不行 所以显然就是个谎言 从习近平今年1月号讲的 就是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 一国就是一中 所以包括最近的 不管是从每一位的官员 都不断加码在讲这个 一中是哪一中 不是中华民国 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来所有 不管你签的和平协议 所有东西的最后的结论 必须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的两制 所以台湾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 这也是我们一直认为说 这个在面临这个国际的现实问题 跟面临两岸这样关系的时候 恐怕国民党的所有这些人 包括韩国瑜市长 都必须要体认到这个事实 如果你们在讲 大家都这么的爱国 这么多的拥护中华民国人 支持你们的话 你们真的必须要替中华民国 更多的发声 那我讲最近的几个状况 包括像立法院 最近也发生很多 这也是非常诡异 照理说台湾的 所有的我们内部的竞争 一致内部竞争 但是对外要一致去抵抗 所以当人家要对你有文攻武嚇 甚至有飞弹 甚至有军舰 甚至于帮你断交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一致对外 要谴责 可是我们遇到的状况是 我们都第一枪先开自己人 然后先打自己的援手 打自己人给人家看 你看我打给你看 然后看会不会有好的一些打响 从最近的最显著的例子 这个赖世保委员 在立法院的时候 刚刚提到这个 他的问题是问什么 他的问题是说 如果两岸打起来的话 你会不会站到第一线 苏文汉院长会不会站到第一线 任何一个台湾人听到这种话 当然站第一线 我们都希望和平 但是如果 但是和平从来不是投降 或期望就会有 和平是要有实力 你有实力才能谈和平的条件 但是万一如果发生任何的冲突 你都不聚战 因为唯有不聚战 才有可能产生和平 所以当然做一个行政院长 他当然一定是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当然是找到第一线 就算像英国一样 只有一根哨把 我也是拿了一根哨把就拼了 展现出我们 捍卫自己的 国家的一个决心 这样的话我们从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却可以让赖世保来渲染 你在一个国家 面临重大的危机的时候 你不是站在自己国家的一体 同一体的立场 你反而站在对面恐吓的立场 我想这个是大家没办法切磋 这个绝对违反 忠诚的反对党的意见 不论任何人担任反对党 都应该忠于这个国家 你们是台湾 你们是中华民国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你们都应该忠于这个国家的 那包括像童慧珍最近也讲了 他也在谴责 昨天傍晚也在立法院 像苏贞昌院长 包括了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的问话也让吴钊燮动怒了 他的意思就是在谴责 你们苏贞昌院长 你的外交部长怎么会这样讲话 但是你们回到原意上去 为什么有这样的话出来 当时的吴钊燮在脸书上骂说 国台办事疯子 是什么样的状况 蔡英文总统用国家元首去视察军队的时候 然后他这个要求要增加我们国家的 飞弹的那个研发的速度 来保卫台湾 唯有更多的实力 我们才能够确保我们的安全 才能够谈更多的和平条件 这有没有错 这当然是对的 但是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 国台办用怎么样回应 以武促统死路一条 当你的跟你讲的什么两岸家亲什么 讲的这么好的同时的时候 他对你的每一个这样的话 都用这种这么强烈的口吻 死路一条这样的口吻 那你认为我们外交部长 要有什么态度 我们当然必须要强烈的反击回去 国台办你讲这种话是非常不恰当的 那在这样状况下的时候 我们自己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 我们台湾的国会议员 既然这个时候不是站在这里 反而是谴责我们的外交部长 谴责我们的行政院长 你怎么这样子 难道我们要听到这样子 然后我们还跪下来 然后投降 我们错了 我们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自不量力 我们这是太不了解自己 我还是必须强调 唯有自己有实力 唯一有自有尊严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国际上面去和平 去找到你的一个和平的方法 不然所有历史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不管是从西藏到世界 到整个英国 到其他世界各个国家都一样 你只要希望是用投降主义 去做处理的 往往最后会造成更快的一个战争 往往会让你自己 国家遭遇到更重大的一个危机 唯有自己有实力 而坚决的有决心 去面对要求和平的时候 才真正和平 才会真正降临 在立法院 他可以近距离去观察 身为台湾最大的在野党 究竟所扮演是一个忠诚的在野党 还是会被外界质疑 就是一脉相承下来 怎么让外界会质疑说 你们是不是在背叛这个国家 甚至被外界质疑 为非招募 为什么呢 姚老师昨天在新台湾加油当中 他看到的白狼 白狼听到赖斯堡在质询 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哨帚说 如果开战了 那你怎么办 赖斯堡先提到假设性 如果两岸发生战争 两岸爆发冲突 你怎么办 现在开启这样一个问题 苏贞昌展现了决心跟魄力 即使我手中剩下一只哨把 我也会奋战到底 所以苏贞昌展现他的决心 错了吗 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吗 台湾现在到底有多少解放军的先前部队 而且台湾到底有多少政客 甚至媒体在一个旗帜分明 大师大飞当中呢 竟然敌我不分 这个是美国杜克大学2017年所做的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大家的态度如何 要积极奋勇抵抗的只有10% 可能只有10%的人会拿着扫帚 站到最后一刻 我觉得这个是任何执政者该有的思维啊 我不晓得院长你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 你有研究过吗 那王伟员是要投降吗 那你真的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吗 要开战吗 网络直播连国中生都知道 我这是在展示保卫台湾 保护家园的决心 只有很奇怪跟中国唱和 或者刻意曲解的人 才会把他说是要拿哨法去打战 而我这个话还不是我讲 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人家英国人民讲的 所以我很奇怪 今天说要保卫家园的人 你还是不是持续这样的言论 要保卫家园的决心的人 还被说是要战争 可是却不去批评 说要武力队伍台湾的中国 很奇怪 所以你一昧的只想烫中的这样的基调底下 我们还要做生意吗 两岸还要往来吗 如果刚刚你那个调子再拉高的话 那就是不要往来好了 不是吗 不是 我要往来 但我更要保护家园 对 要往来也要保护家园 所以你的两岸路线就不会是走抗中的路线 抗中你怎么跟人家继续做生意呢 我从没有用抗中两个字 我都是保护家园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保卫国家 保主权 我请教的是杨老师 因为杨老师昨天看到这个有一段很沉重的谈话 那今天我们又看到国台办的前副主任 这是大陆全国所谓的台湾研究会的副会长王再希 他很明确的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年初所发表的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谈话里头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九二共识概念明确化 也就是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概念不是一中各表 而是紧紧围绕着统一这个概念 那因为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比较抽象 多年来国民党把九二共识解释为一中各表 中共方面认为这扭曲了九二共识的本意 王再希强调习近平的新权势 使得九二共识的内涵更加完整准确 也就是九二共识不仅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还包括谋求国家统一 哇来杨老师说的够清楚了嘛 所以今嘛谁还在骗 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论述当中 相信之下看到国企不分大小 你心中只要有国家出现在这个新加坡 跟这个马来西亚有国企的画面 我们才会觉得说韩国瑜继续加油 国民党是不是继续加油呢 国民党不要让人民认为 你们还要继续骗呢 那杨老师 这是第一次中国具代表性的官方代表 直接指出来 我把他讲的话再念一遍 国民党把九二共识 解释为一中个表 是扭曲了九二共识的原意 就可见 其实九二共识 它到现在为止 根本不是国民党所讲的那个内容 我以前多年前 大概在满久执政的初期 当提出九二共识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 我在媒体上表示多次 我也支持比较模糊 有弹性的两岸论述 让双方都有政治运作的空间 可是 过了多少年 我开始积极反对九二共识 实际上论述 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像王再熙今天说的 中国直接否认 九二共识有任何弹性 跟模糊的空间 它只是随着时间 来欺骗台湾人民的一个口号 最可恶的是 国民党明明知道 其实国民党也早就知道 他应该跟我们一样的 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了 他明明知道 九二共识没有一中个表了 早就没有个表了 所以 为什么我说他早就知道 所以吴敦毅才会说 这个一中个表只能在台湾说 不能照中国去说 就可见 国民党早就知道 中国根本不接受 一中个表的九二共识 所以摆明了 九二共识根本不是两岸共识 是国共两党 欺骗台湾人民的共识 它不是在解决纷争的共识 是扭曲 台湾人要顾中华民国主权的 一个主张 一个主权要求 所以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国民党今天听到 今天才听到 王再熙这么说 说国民党扭曲了九二共识 那国民党应该有人 现在至少发言人 主席 或者任何一个国民党的 立法委员都应该站起来 反驳说 我们反对 我觉得王再熙讲错了 这是国民党最基本的做法嘛 如果国民党还在讲说 九二共识是一中个表的话 那现在赶快跳出来说 王再熙你错了 当年的九二共识 就是一中个表 可是你会发觉到 王再熙讲完之后 到现在一天多了 没有回应 全党噤声 从主席到立法委员 到各个发言体系 各个政团 没有任何反驳 王再熙的说法 那你说 这不是默认 九二共识没有个表吗 这不是默认国民党 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传声筒吗 如果王再熙讲这么明白 九二共识就是要统一中国 一国两制 那台湾的国民党 有一部分的国民党的代表们 还继续讲九二共识 不就是呼应中国 统一中国 要一国两制 要在台湾试试 一国两制的代言人吗 所以包括韩国瑜 如果未来 在王再熙讲完以后 继续说 继续表 继续说不是 他只这样说 九二共识 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 这是韩国瑜说的 韩国瑜没有说一中国表 那是主席乌敦毅说的 他一说再说 那是马英九说的 一说再说 如果韩国瑜以后再说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定海神针 那翻译过来 就是一国两制 接受中国统一台湾 就是两岸关系定海神针 换句话说 简单的白话文 就是投降主义 就是两岸可以发展关系的 国民党主张 这样子台湾人民可以接受吗 国民党难道不要稍微想一想 你已经被骗了一段时间了 中国一巴掌打过来 他为什么早先不讲 因为他现在的统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他就直接了当告诉你说 不必再模糊了 九二共识就是统一中国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接受我的中国 你台湾归属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这样子的九二共识 我真的呼吁所有的国民党的代表人士们 这样子的九二共识 是两岸没有互相尊重的 像柯文泽讲的五个互相 其中有互相尊重 对等对待 这样子的九二共识 是没有互相尊重的 这样子的九二共识 是把台湾的国际空间压缩的 要我们承认臣服于中国的主权 是让我们的国际空间 没有中国是不能发展的 这样子的九二共识 会让我们的民主自由都窒息 因为当中国说要把一国两制实施在台湾 台湾就会丧失我们最珍贵的主权 自由民主的制度 所以我实在呼吁 所有的国民党里 在面对王再熙的时候 你要不然就去抗议 你不可以这样说 当然有个表 你维持起码的尊严 要不然你就倒转回来 从此以后不要再讲九二共识 来欺骗台湾人民说 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定海神针 因为那个是勒紧我们台湾主权的定海神针 不是两岸关系和平对等发展的唯一标准 所以姚老师提出这个提醒啊 为什么国民党在今天是选择沉默 要不要说清楚 要不要去抗议 要不要把和平协议 说你们如果2020拿下主政权之后 必签两岸和平协议 那两岸和平协议签 国与国 当然很好啊 可以谈啊 问题是国与国来签数吗 其实又不是嘛 来 这个柏林兄怎么看 因为不分蓝绿 其实我们的外交受到打压是一致的 总是出不去 出去之后也见不了 而这一回 而这一回也看到了 中国为什么连韩国瑜都要打压呢 来柏林兄怎么看这个态势 我想韩国瑜去年他能够当选 就基本上一个主转嘛 那个人来获出发大财 所以基本上他很努力 我上次提过 事实上所有的市长就一百天 大概就决定他未来好不好 那我们看到他最近 从12月25到现在他做了什么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Agoda这个春节 全亚洲 就是他这个订房网 从来高雄没有曾经进入排名 这一次所有亚洲他是第五名 然后他是国内订房里面 看到了什么 高雄首度成为所有台湾人订房间 所有首选第一名 那在去年跟前年都是什么 都是东京 高雄首度变成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房间订了人就会来 那人来了 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数字 就是看到了 我们所有的人数都创新高 我也跟主持人报告 今年初三捷运 37万4千多 人多了 轻轨那一天4万2千多 轮渡初三那一天5万多 代表什么 这几个指向都是突破历年的新高 因为人真的进来 看到了包括因为人进来就要消费 就要吃东西 就要买卖等等 很多东西 它就是一个新型指标 所以人来 再来我们谈到货出 我们看到了 一月到现在 整个高雄有40个行次把货运出去 那么累积到现在 有2亿9千9百万的一个销售农育产品 那对比一年前是2亿7千多万 所以它增长了2千6百70万 也就是比去年的同一月多了 大概10个percent的一个 去年的同一个月 对 我们用同月来比 同月来比 那同一年呢 对对对 来 那个赖瑞伦这边是不是有数字 所以 一年的数字当中 你们的外销是销多少 因为他现在才做一个多月嘛 就是大概两个月 所以基本上我说人来或出 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这个刚刚提到了 所有的景点人都越来越多 那我们看到了订房也是越多 那我再谈到刚刚提到 就是说金发局的统计 在去年一整年 来高雄的经贸访问 就准备来投资来洽谈的 总共有98团 平均一个月是8.17团 那么到现在为止 来到高雄已经31团 如果你要平均除以2就15团 所以大概是一倍以上的量 所以代表上它是一个信心指标 我要跟主持人也做说明 为什么韩国瑜他到新加坡 他到香港 因为到马来西亚等等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也要 希望货卖出去不是单一 只有对岸 也不是这样 所以他是要全球 所以未来他把他的市场布局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也看到说 有所谓的农民有那个交农 说什么被剥削问题 事实上我也听过 韩世辰提到一个观念 他说未来农业局在这一块 他就做一个平台 让所有的买的人 比如说各种的国外的买家 卖的人交农等等 透过合作社 直接有一个平台 把中间可能被剥削 或者把费用灌进去的那个层级 尽量把它降到最低 也就是因为你买的是 接近合理的价格 未来买家他会持续来跟你买 那如果你买的都很贵 当然以后人家也不会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他也讲过 这个一亿的订单 事实上也不是多大的订单 但是它代表什么 是一个态度 那因为这样是我们 是MOU 原格说起来不能叫订单 它这个意向书绝对不是订单 因为这些有来谈过的 基本上都会去实现 对 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这个意向书 最后还是可以变成订单 我跟主任包 今天为什么韩国语的民调这么高 我想从无论是各个友台 所做的民调 包括我自己 在上面去外做民调 这个民调你等一下帮我们做解释 好不好 提出了这么多的数字 来同样是港都人 温朗东 从香港一直到高雄 高雄真的已经可以慢慢实现 韩国瑜在选前所讲的 或出去人进来 高雄要发大财了吗 刚刚听到说 做一百天就知道 未来四年做的好不好 那现在又肯定说 韩国瑜做的不好 这真是让人觉得很惊心 为什么 韩国瑜去了马来西亚 说一亿元 结果不是订单 是MOU 只是合作备忘录 背后被发现 他跟谁签的 蔡宝强 蔡宝强是谁 是被美国胡佛研究中心 认定为是一个 统战单位的理事之一 所以他跟一个统战部门的人 签了一个 还没有办法实现的 订单一亿元 接下来他说去了新加坡 签了三年3500万 感觉是不错 一年也有1000万 可是他要不要忘记 在2014年的时候 陈菊在游艇就卖了10亿 已经确切把10亿弱带 2018年的时候 光是卖澡子就卖了2亿 这也怎么不提呢 我们刚刚一连串讲下 澡子就卖2亿了 澡子就卖2亿 我们一连串讲下来讲 都是中国危机 最重要是什么 资讯战 所以我去研究一下 刚刚讲到人进来 我又发现说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一个有趣的事情 最近没有人在讨论 高雄金银河的新闻了 为什么 因为虎头蛇尾 这整个造假的过程 我一看到他一一都来剖析 首先在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开办 在一开始开办的时候 高雄灯会 中式新闻就说有50万人次 一开始有50万人 看起来气势很旺 结果接下来 联合报又说了 办了6天之后 到了126万人 人数慢慢的在增长 结果在增长 再往下增长的话 发现说 接下来到了192万 接下来的引数是 ET Today 没错 ET Today 这些比较清韩国瑜的媒体 一一的在帮他讲话 然后接下来 到了剩下两天的时候 到了300万人 有趣的事情来了 剩下两天到300万人 结果在最后一天收尾的时候 突然间到了400万人 那你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突然间人数快速飙涨 我做一个图给大家看 这图是你做的 没错 12天之内 我根据这几个数据 发现说 前面的波度是很缓的 突然间到最后面之后 爆发性成长 从300万到400万 一天之内就总计了100万人 那我就很好奇地去查一下 发现高雄市政府新闻局 竟然不敢把这个资讯 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 而且官网上面 关于白冰冰最后一个闭幕晚会的图 浏览人次这个消息只有55个人在看 高雄市政府 如果真的认为这是一个政机的话 请把这400万人跟计算方式 还有空拍图放在自己的官网好吗 没有关系 他官网虽然没有放 可是在别的地方 却倒是会出现 在这个由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党报 人民网上面就有讲说 台湾灯会 里面叫高雄灯会 吸引400万人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在高雄市政府的网站上 他不敢放有400万人 结果在中国的网站上面 却会帮高雄讲话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结果接下来看到有趣的事情来了 在2019年2月7号 灯会还没办 这个中市的这个中天新闻 就说高雄灯会 预估有近400万人 活动还没开始举办 已经有400万人 就是说活动还没办之前 就知道是400万 所以你就知道我前面讲的 这个猛爆性成长到底怎么发生的 因为一开始剧本就写好了 一开始剧本就是400万 结果后来发现说 前面报的数字怎么好像都不上 最后两天的时候 才把这数字给它补回去 那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今年台南五天 初一到初五 就已经涌进了713万人 然后高雄其实在灯会 已经办了十年了 在2009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751万人 2010年的时候800万人 2011年的时候900万人 现在还在举办 而且廉价最热门的是什么 屏东的台湾灯会 它吸引了来自于这个瑞典 丹麦的这个艺术家 跟在地艺术家一起合作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50万人 而且还持续飙升当中 所以我们发现是什么 这个金银盒子 如果你去现场探户就发现说 它在灯会的部分 办的真的是没有以前那么好 像是屏东的这个台湾灯会 已经邀去8月的时候 再要去丹麦那边参展 这样的一个国际水平 韩国瑜做得到吗 韩国瑜他能做到的就是 透过他的媒体 帮他把一点成绩弄得很大 一年一千万 跟新加坡超市的这个订单 却好像比过去城局 签了十亿 签了两亿的沼子都还要多 然后这个灯会 最后400万人的计算 怎么来的 这一点希望大家 能够跟他讲得好清楚一点 来 非常谢谢温朗东 我第一次听到 他依照这个石宣旭 做一个非常完整的处理 令我真的非常佩服 那我请教来宪宏大哥 所以呢 如果碰轰民调会越高吗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态势吗 来 你怎么看 民调也是碰轰的一部分 民调也是先设计再画把的 现在的民调 连基本的最客观的数据 都不敢公布 只有公布数字 这些民调老实说 都是不合格的 我最近一直在探求 就说我觉得 台派的媒体 你不应该再引用这些民调 因为这些民调 其实真的是有毒 这是加了要的 是已经先想好什么结果 朗东刚刚讲的 先设定四百万人 然后开始做新闻 做到四百万 一样 民调也是 先设定蔡英文老三 就这样 然后就做民调 做出老三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过去我们从10月24号所看到的 其实就是不停的轰炸 然后洗脑 到最后尝试用民调来强奸 整个后来民 这个实际选民的投票行为 这个叫做西瓜效应 这叫西瓜效应 这是非常下流的 非常下流的一种 一种手段 民调已经变成选战的武器 我觉得这个是 最近我跟几个专家 大家讨论的结果 看到他们的数据 拿出来的这些数据 觉得都不能看 最基本的 社会学研究法的方法 都没有公布 那中国为什么要打压韩国瑜 可是韩国瑜 至少他在民间人士 被前列室 秀出中华民国的国旗 这个有意思 我觉得也应该跟他肯定 拍拍手不是吗 所以我现在就听懂 韩国瑜在之前 在那边讲说九二共识 定海神针 你龙我龙 他在有一个压力底下 他一定要到中国拜访 中国已经非常清楚告诉他 今天王再熙所讲的话 就是直接跟韩国瑜这些人呛 你们来这里不要跟我乱讲 来了就跟我领走一国两制 你们就是一国两制代表 结束 你来了还想要 中国那边有一个传言 我希望这个国民党的人 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你们叫做丐帮 你们叫丐帮 你们是来讨饭吃的 所以讨饭吃的人 至少一国两制 你不要再用这些花名了 什么九二共识 什么一中各表 说和平协议 两岸什么一家亲 你龙我龙 什么一中原则 不要再讲了 先有后温 就是一国两制 你们就来了 就把一国两制挂在身上回去 这是现在习近平要的东西 但我现在是研究 尤其这两天美中贸易 这个杀得非常紧 美中贸易 3月2号以后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中国的经济贸易 上断头台 美国一刀切就人头落地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说不然给你 再延长一点时间 叫做千刀万刮 慢慢一刀一刀刮 都死了 都是死 可是对习近平来说 他要国民党在台湾 帮他 就是白狼讲 讲那句 政权起义 什么政权起义 白狼讲的 其实整个国民党 现在要变统促党话 你知道吗 还是变统促党话 政权起义 然后高呼一国两制 然后来让习近平 跟川普谈判的时候 有点筹码 拿台湾当筹码 这个国民党 今天为什么一语不发 都完全不讲话的原因 他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了 过去还可以骗 用说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 就是你们民进党 不愿意承认 所以共产党到现在 不愿意跟我们 有一国两制的 不能有九二共识的说法 都是骗人的 现在王再熙 很好 讲清楚了 就是一国两制 国民党怎么办呢 国民党变成一个 有体无魂的政党 你的灵魂在哪里 这么多年来 还背弃了你的良奖 你的老祖宗 给你的教训 这个是非常可耻的 国民党到今天为止 不知道要站出来 告诉共产党什么 也就是说你们深陷太 你们陷太深了 国民党会不知道 拿的利益太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我们敌人吗 我跟你讲 他拿太多利益了 国民党这么多年来 从连战一直到今天 就是吴敦义 这样子的整个政党 包括朱立伦 包括这个好龙斌 你们这些人 过去在中国 一定有拿到好处 你们已经没有办法拔开 所以不晓得怎么办 现在组织老板已经告诉你 没有你讲的那些 就是跟我成了一国两制 否则不必来 现在老实讲 我都不知道韩国瑜 跟15个县市长 怎么样去人民大会堂前面 去跟习近平见面 我告诉你 继续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小小的也无所谓 别在这里也好 不行吗 不敢吗 为什么 去不了 不敢吗 你就是要一国两制 现在其实这个讯号已经出来了 你不管以后什么国共 什么东西 或是什么上海 那个台北 两世论坛 双城论坛 全部都是一国两制 你柯文哲不承认一国两制 韩国也不承认一国两制 不要来 这非常清楚 这个讯号非常清楚 那为什么习近平需要做这个事 你知道习近平现在在中国里头 的网络里头怎么说他吗 说他上权入国 跟美国谈判成这个样子 让成这样 你上权入国 整个国家根本就是跪下去 求美国了 他用什么东西拿回来 他自己跪下去 也要台湾趴下去 他叫国民党来跪 跪给美国人看 所以你看台湾人说要一国两制 那他想用台湾来 他想打台湾牌 但是他打的台湾牌就是威胁台湾 然后要国民党去跪 然后来平衡蔡英文的这种 结奥不逊 这个剪刀枪 大台妹 让他太生气了 让他太没面子了 那这个面子呢 他要怎么做 就是找国民党去跪啊 所以国民党去跪 去求饶 那民众也跟着会吗 说那句话 去了不要回来 One way ticket 请你买单程机票去吧 国民党如果去 要接受一国两制 就不要回来了 因为 信宏跟姚老师讲一个 如果从习近平 一直到国台办的 汪再熙都讲得这么清楚 汪再熙就怎么办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 那如果在这个状态底下 你还在喊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等于一中原则嘛 那一中原则是什么 你就是支持中国并吞台湾 去维持它的统一大业 是不是这样子呢 来 听听白狼 他们所喊出的 政权起义不做炮灰 所以我请教是柏林大哥 所以国民党 现在真的全面性 统促党化吗 你这样孙立位 孙总统 这么靠票呢 来 听听白狼 昨天的大现场 电子 来 小心 帮他 大同学 快 快 過來 為甚麼不能 為甚麼不能 不要扯在裡面 為甚麼不能去誰 我們要在這裡,我們不能去 你們剩甚麼 小心 小心,不要受傷 不要推,不要抓一起 不要受傷 保護總裁 保護總裁 有甚麼權力拿走的官方 我們叫暴力 這是要搶奪 你來前面,你知道嗎 我先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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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場算了吧 分機場無辜 這都是無辜的 對,他們是無辜的 俗作勇者就是這些 蘇貞昌,然後賴欣德 指揮官 你告訴我的棺材 因為剛剛棺材已經推擠之後 掉在那個 安全島上 反映到社會秩序維護法 地基的思想 這樣六塊 你把他查扣了 沒關係,你可以去申訴 你關卡房給我 你查扣了 那你要的話 我們可以去申訴 那我們會再還給你 不惜法查扣 你查扣理用甚麼 你告訴我 因為剛剛推擠之後 掉在安全島 會不會帶回去 怕危險 我們只是拿下來 沒有推 是你們先推擠 對啊 是你們來推擠 造成的 沒關係 我們都有全程度 你關給我 都說 是你的東西 我的東西 你要了個棺材嗎 我們一把查扣 你是不是要了個棺材 我們一把查扣 我送你 我送你 你要你就講你要我送 你冷靜一點 我們一把查扣 一把查扣 這位置具為誤法 平哪一點 平哪一點 你不要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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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訴求 你的訴求 剛剛已經讓你充分的訴求了 那希望你保持個民體性 群眾帶出改 就要帶回去 群眾帶出改 就要帶回去 你說的很好 來我請教是柏林兄 真的嗎 那國民黨已經有統促黨化的一個準備嗎 來你怎麼看 我們當然不是統促黨 我們 基本上我們有自己的政策跟主張 那麼 回到目前 黨內 大概就是目前就九二共識嘛 那當時過去曾經有提一個比較先進什麼和平協議 也是 黨內還要經過很多的討論才會做政策的決定 那我要呼應剛剛溫老師提到的就是說 高雄到底有沒有這麼多觀光客 我在前一段已經提到了 住房率大幅的提高 每一個交通的一個包括輪船 包括捷運 包括輕軌全部都創新高 甚至我在跟大家報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什麼 不動產的買賣指標 台灣有一個很知名的這個仲介公司 它以今年一月跟去年一月對比 那麼全台灣都是增加了 平均全台灣平均是加了26% 但是高雄增加了58% 你有去了解是哪些人進行交易嗎 對 然後等一下我再說 然後一二月合併 全台灣平均是增加38% 然後高雄增加了54% 那我要跟大家講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信心指標 當大家對這個城市有信心 很多就願意來買 那以我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也是在蓋房子 為什麼因為那個建商是很敏銳的 為什麼因為你推出去沒人買你就要降價 你推出去有人買你就要往上提升 因為每個人都這樣 我的產品有價值我當然慢高價 當然 我有一個朋友他已經調價調兩次 代表什麼他就是一個信心指標 很多人現在對高雄有信心 所以很多這個包括要換房屋的 包括他要及早要買 因為如果我覺得明年後年會比現在更高 我現在有能力我當然先買 就不會未來再買貴嘛 所以我覺得高雄 你們去留意有沒有人在炒房 炒到後來讓年輕人買不起 不是炒房問題 因為大部分都是個體戶 因為現在能成交的都是什麼 都那個小房間 就是那個 小平宿的 兩瓶 兩瓶 三瓶 這差不多總價六百到八百萬 幾百就對了 這種很熱銷 這些都是那種個體戶 就是說我青年要成家 然後我可能因為從台北要回高雄住 然後我甚至有新的工作願意來 事實上這一種最多 所以目前高雄的狀況是什麼 狀況是什麼 來你等來你秀出你剛剛的圖板 我們高雄現在就是 不然東你把你那個圖板秀一下 我請問 也回應剛剛他講的 所謂的四百萬 你說兩三天就攀升一百萬 沒錯 就是最後兩天的時候 從三百萬就跑到四百萬 這個數字該怎麼解釋 我跟你講 第一個那個不是高雄市政府發表的 第二個 他們媒體說是市政府的新聞 對 因為不是 然後第二個 因為我講一個例子 誰有能力去按 就比如說你剛剛提到的 東港那個 天東的燈衛 我問你你怎麼知道五百萬 所以很多東西 泥江阿多大 你有沒有看ARBNB 很多東西 你知道ARBNB裡面最熱門的是台北 我問你嘛 你去你去多久你知道嗎 我去那邊走路我根本擠不進去 你有去到現場嗎 有人